《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新海百年華滄桑 主持 馬葉成謝二方 回來第二節的新海百年華滄桑 剛才我們說到俄國革命成功 俄國革命成功也是當時中國的民國初起 思想非常空虛 崇尚外國歐美世界的生活 大家都覺得中國人是不幸的 中國古老思想是不行的 當時說很多了 無政府主義 有些人提倡 郡主立憲 又要共和 共產主義等等 不同的思想進入中國宣傳 是 怎麼搞呢 思想空虛 我想回到場景 民國成立之後 1912年民國成立 然後袁世凱又當政 然後又發展革命之類 其實當時的社會是這樣的 因為大清時代 人民不得結社 雙會也不准組織 什麼都不行 文國就開放了 婦女又扎腳 又剪邊 大家不需要扎腳 又剪邊 大家是比較追求自由的 同時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組織 互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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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 互相組織 什麼都可以 就是由組織政黨 由組織政黨 什麼都可以 當時文國初年的時候 雖然元首都當政 但是也有很多政黨 分分臨立 而在這些世界不同的學說 最重要的是 當時孫中山先生 他自己的三文主義 並未見到一套學說 還未完整的 還未完整的 即是他有一套學說 但是還未完整 大家就提出很多 什麼救國主張 很多吸引 究竟外國有什麼對 有什麼好東西 知識分子用哪一套去救國呢 軍事就是日本式 德國式 大學是歐美 歐美式 歐美式 當時又建立了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最重要的是那些學說 剛才我們說到 其實歐美也流行當中 不過沒有什麼人坐去 是列寧拿回去 列寧還未到1917 當時其實共產主義 在1905年開始引入了中國 有人把共產主義的東西 社會主義的東西 寫進來 透過報章 對 報章 當時在文部 就介紹中國 什麼叫共產主義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什麼來的 馬克思 人人平等 人平等 不錯 沒有商人 沒有工人 大家做大家 不要錢的 有飯吃的 有飯吃 取消工資 大家不錯 沒有中間屋上 有沒有中間屋上 嘩 多開心 而當時剛剛那個時代 因為中國在爆發開始準備 列強在中國採有地盤 而最大的同時之間的問題 其實是中國工業開始成人 開始發展 民族工業 民族工業 房職那些 房職開始發展 在這個發展當中 當然中間 已經有很多外置引入 還有中國本土工業都開始 這種種類 其實共產主義 1905年開始引入 當時1908年 也有 英格斯的共產黨宣言 也進入了中國 大家都開始知道 什麼叫共產主義 什麼社會主義 大家在那裡吹水傾 而最重要的是 不過這個問題 我想要討論當中 其實當時 共產黨主義的書本 全部 不好意思 不是中文 俄文 是俄文 其實最重要的是 入文版 當時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 在日本流行 所以當時 引入這些主義 都是一些流日的學生 這幫學生 將入文版的馬斯主義 搬來中國 當然再翻譯 其實這個翻譯又翻譯 中文版的馬斯主義 剛才我們說的 共產黨 一九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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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正正 第一本是中文版的 共產主義書 其實是一九二一年 才出了 之前那些 不好意思 全部都是 日文版 英文版 所以我聽 老實說 我自己也沒有看過的 尤其是《資本論》 我講幾大本 很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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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看過 告訴我 那些文字 艱匿難讀 因為它是俄文 再轉日文 日文再轉中文 你想想 當年的翻譯 等於 你要翻譯那些東西 可能中文字未必夠 中國的詞語未必夠 去形容那些字 所以你讀下去其實是很辛苦的 每個字我都懂 但一拼完我就完全不懂 我類似看的說明書 那些 買到Hifi回來 然後很多這些 他中文字我都懂 但你一拼完 我就不知道我什麼 類似這些 不過呢 譬如麥先生 我們也不可以忽視了一樣 就是 1919年的五四運動 也是促進了 社會主義引入中國的 一個很重要的統計 一個重要里程碑 五四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當時文國初年的時候 基本上 袁世可當政六年 六年 最後青帝 失敗 憂憤而死 我們經常說 死就死 還加了兩個憂憤而死 應該是羞愧而死才對 即是記病且收 記病且收 死也是因為病死 但是再加多氣氛 那些氣氛 被子氣氛 事後會知道情形這樣才會激死 否則他病死也沒什麼所謂 可能躺在床上手指指 聞說你手指指 是呀 就罵兒子 是你累死我 結果 因為這樣 不只沒事也能捱兩天 一字頂著 死了之後 那些北洋軍閥 各句 整個中國開始很混亂 那些混亂正式出現的情況就是 就是那個 所以大家就好像覺得 推翻滿清 建立民國 喂 這樣的民國 怎麼搞的 於是大家就可以 不同的學說 希望來救國 而且當時的中國 雖然說已經是民國共和 但是仍然積弱 仍然受到列強的欺凌 是呀 當時的人 打算推翻滿清之後 又去日子國了 是呀 但是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了 就是推翻滿清之後 竟然 那個環境是比 在清朝時候 還要混亂還要差的 更差的 所以很難得 紛紛去想一些 想辦法怎麼救國 是呀 用什麼主意呢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當時 我們現在說西方列強 歐美列強 當日等同帝國侵略者 一般中國人覺得 歐洲列強 侵略我們中國 喂 騙我的錢 走來做生意 搶 又怎麼騙 某程度 他覺得 這是什麼茶巴 我們怎麼可以跟著學習呢 最大的問題是 知道他其實有很多好東西 但覺得他欺負中國太重要 跟著學習 學習什麼政治啊 軍事啊 什麼學術 其實某程度上 棄頂啊 沒錯 歐洲列強在當時來說 剝削中國是很嚴重的 所以你要學他的東西 他又在剝削你 怎麼搞呢 突然爆發 1917俄國革命成功 哇 貝爾沙維成功 哇 多好啊 當時分田分地 哇 1917到1919年 這兩年期間 一個在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在中國的立足 其實最重要的是 1917對俄國建立 這個政權建立 連孫生都覺得 哇 對他的政治 第一 他宣佈呢 就是取消帝俄 在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件 是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是十分重要 所以就引起當時的人的好感了 原來蘇聯都不是 所以孫中山就信了他 對 說這麼好的 接著又發覺 他搞到國內經濟不錯 因為他退出了第一世界 他沒有參加錢 不打仗 不打仗 歐洲打到西線無戰 他們打完仗 全部都只是頹圓敗壓 經濟又衰退 但是呢 也有一點背景 當時蘇聯 沒有參加第一次大大戰之後 就被當時歐洲列強孤立 因為這樣孤立的時候 於是蘇聯就要自己組織一個 國際性的組織去推動共產主義 於是就組織了一個叫做 共產國際的組織 一般叫第三國際 這個共產國際真是作惡多端 真是糟糕了 當時當然不是作惡多端 找老友 四處找老友 今天我們看回他真是作惡多端 他害中共害得很慘 其實他害自己也很慘 蘇東波才解決這個問題 百幾年真是慘 沒有發現 他找老友 找朋友 找國際朋友 走到來中國 派代表來到北京 軍佛 端其稅 不得人採退 因為怕英國人不高興 於是他南下孫中山 然後又去上海 直追孫中山 由廣州去到上海 於是又去上海見孫中山 馬林的代表 在這段期間 其實基本上 當然這個是共產國際的真正 但是本身來說 其實我們五四時代的時候 基本上兩個 坦白說要看的 這個人物要出場 這個老秀才 錢欣介紹這個老秀才 你在說的是陳獨秀 陳獨秀這個名字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究竟陳獨秀 他安徽人 他的鄉下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山峰叫獨秀峰 所以後來那些人說 是不是不名 究竟是有陳獨秀 還是有獨秀峰 因為共產黨很喜歡改名 很多 他們當時要和國民黨鬥爭 所以他們有很多化名 名字用了幾十年 原來根本就 由姓到名都不是 不過陳獨秀 是他自己的筆名 是自己的筆名 陳獨秀 一枝獨秀 一枝獨秀 他有另一個解釋 總之就是 歌人一膽一枝獨秀 好了 這位仁兄 真的很聰明 聰明 後來做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當時蔡元培做校長 當時他很年輕 三十多歲 為何蔡元培會找陳獨秀 去做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因為當時蔡元培 看到陳獨秀寫的文章 覺得他是當時很多青年人的偶像 當時已經有一些文章發表了 在他那個叫獨秀文傳 發行全國 這個獨秀文傳 這個文章集 養了他幾十年 厲害厲害 跟著 圖書館 李大超也是在圖書館做主任 是的 李大超就是圖書館的主任 李大超我們一會兒再說 一會兒再說 怎麼認識共產黨 怎麼認識共產黨呢 陳獨秀他本身來說 他其實對共產黨主義真的不認識 第一 他真是一個壽才 愛文呢 一般 基本上 跟李大超不同 李大超真是流日 他真真正正正是科班出身 陳獨秀第一次接觸共產主義 透過資料 覺得有多好 因為共產黨 最重要一點 就是他覺得 你這個共產的學說 似乎可以令到 他拿到一個出現點 因為畢竟是一個受創學者 當時大家研究一個救國 很多人都研究一個救國 大家的不同學說 又無政府主義 又什麼學說都有 所以他又想到一些學說出來 覺得共產主義是可以想的 而當時來說 陳獨秀也曾經留學過日本 所以他也在日本接觸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他在1915年 陳獨秀也回到上海 在法租界住了一陣子 這本叫做 新青年 是嗎 他寫的 推送的 新青年 是新青年 新青年那本書裡面 發表了一篇文章 是開物來的 開物 他自己做了總編輯 是 在這個 又發表了 敬告青年 提出六個原則 就是當時迷失方向的青年人 那六個原則 第一 自主 非奴隸性 第二 進步而非保守 第三 世界而非所國 第三 進取而非退隱 第五 實利而非虛慢 第六 科學而非想像 像當時 中國人 很多東西都很虛無飄渺 想來想去 他提出這些 青年要踏實 要講科學 要講原則 所以成為了青年人的偶像 都是很受青年歡迎 很厲害 很受青年歡迎 當時他的文章都很傻得 當時都很激情 很激情 意氣彼伴 很少看到這一類文章 看到這一類文章 看到這一類文章 那些青年人非常渴求 是 他做了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之後 後來他就去到廣東 幫孫先生 去搞廣東的一些教育 所以 後來在一大開會的時候 陳獨秀就上不到去開會了 因為他當時在廣東 在做教育的工作 一大呢 陳獨秀就不去開會了 其實也有很多說法 是 為什麼他不去開會呢 也不是不高興那些一大 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 他當時還幫汪精衛 廣州政府 做大學 那他就說 他寫信給那些 給那些老友 他說我不來 就是他時候解釋 他說我不來的原因 因為我在大學裡面 籌辦一些教室 和校舍 他說那些錢 我負責籌辦 那你一大 如果我上來 我人不在 籌這些錢 就不要籌的了 因為人不在 人日酒茶酒糧 所以我不離開了 好 這是第一個說法 是 第二個說法 其實這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是 因為他覺得 喂 為什麼要開一大呢 你這個馬林 都不告訴我 由你去籌組第一大的共產黨 全國代表大會 無論從北京 湖南 長沙 濟南 所有共產黨是我去成立的 就是共產黨的分部 由我去成立的 你要成立一個 全國的中國共產黨 你是不是要先告訴我 大哥 你告訴我 然後我去籌組 我出面 你不用理我了 你自己去找人搞定他 其實他杯葛 杯葛不去 這是第二個說法 是 但是其實李大超也同樣不去 李大超也同樣不去 李大超也同樣不去 我們純粹說陳獨秀 他不去 後來坊間有兩個傳言 我猜 剛才我說的第二個 是比較正常 老實說 大哥 還有他覺得 我成立的上海 那個共產黨 已經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形 無論是宣言 其實什麼都在 齊了 齊了 隨時一埋班 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全國的總會 為什麼需要你馬林多多事實去指揮呢 那你就是擾過了我 那你就是不喜歡我 你不高興我 你不高興我 我就不來 這個也有可能的 因為當時馬林來中國 是共產國際派他來的 而當時來講 陳獨秀和馬林 在很多政見上面 都不對的 有點不同的 因為馬林要執行共產國際的號令 就是要中國共產黨 就要跟從共產國際的號令 但是呢 陳獨秀就不主張這樣的 就要主張用自己的方式去進行這個 是中國的革命 其實呢 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有第三個講話 就是 一 他離不開 因為他籌了校舍 第二 就是你沒有跟我商量 我不管 第三 他根本看不起這個一帶 是 這個 這個 可以值得相確 這個 坊間 就是他不重視 他不重視覺得 這是一帶 因為 最主要就是第二點 我講了 他已經 所有 各個據點已經籌組了 已經有了所有 成立中國共產黨總部的 一個 一個條件在這裡 是 就是他覺得你開來做什麼 是的 但是呢 有人這樣說 我又不在 你開來嗎 但是他有派代表去 其實兩個都派代表 但是起碼不是他自己親身去 其實呢 有一點點 現在我們都 一帶就 1920 1921年 1921年 其實中間有幾年的時間 陳獨秀在北京大學 做院長的時候 開始接觸共產主義 就去發掘 李大昭也在這裡 其實他們兩個 李大昭就先認識共產黨 是 先認識共產黨 他是第一個加入共產黨 我們不是叫做第一個加入共產黨 然後引了陳獨秀 去互為介紹 最重要的是 北京大學裡面很多學生 將那些共產主義 就在學生裡面宣傳 然後慢慢去發展全國 剛才謝兄說到 長沙各方面 各地都有所謂共產分佈 其實 說就分佈 其實人不多 人不需要說 其實整個 由一路的時間 發展 其實都是 來來去去 十幾二十個 一個人一個 就不太多人 直到爆發五四運動 五四這個極端 五四運動之後 最後呢 當時政府又拉了學生 再放了學生 是 整個過程 其實陳獨秀 後來就被迫 離開北京 不大 就下了去上海 唯獨阿里大超 仍然在北京 在北京 陳獨秀就下了上海 上海又再組織搞共產主義 因為其實他覺得 共產主義 似乎 他覺得 將來 新中國 中國的路 可能共產主義 可能 下一個方向 下一個方向 還有他就說 工人革命 當時工人 很蓬佩 因為當時打完第一世界大戰 整個中國的工人 是蓬佩林 全國二百多萬工人 後來就越來越多 整個工人的法子越來越多 他覺得工人可以搞這些運動 因為共產主義是工人運動 他不是靠工人運動去組織工會 當時組了兩堆人 第一 就是組成共產黨 第二 組織現在我們叫共青團 其實 共產黨 青年團 就是工人運動 其實是專職工人運動 一開始就有兩個組織 所以今天共產黨都強調共青團 胡錦濤也是共青團出生 就是兩個 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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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就這樣 當然也承認說 有兩個 因為李大超一筆 陳獨秀一籃 最後他終於要散居不同 全國都說有共產黨之寶 馬林就代表第三國際來 來中國 他又統率 因為共產國際說了什麼 共產主要說到就是無國界的 好像無國界 大家劈開 其實叫人聽他話而已 是啊 要統領 統領 這個在中國裏面的共產黨活動 因為他要宣傳 俄國開始一直宣傳 而當時他爹 其實列寧 就 1917年 建立政權 1914年 1919已經敗敗了 陳獨秀 陳獨秀 因為東京是羅三 巴黎那個叫做勤弓劍學計劃 那些也是當年 很多後來 扔了第一次實施 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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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 聶榮津 那些就是在法國會 剛才提到第一大 為什麼兩個主角 無論怎麼說 兩個主角都不在現場 其實當時兩個人都在爭鬥 老友 誰領導 誰大 你說的意思是 陳瓶 還是李大超大 當然是陳瓶大 李大超基本上 年紀大 不是 社會的明星來講 陳瓶 當然是陳瓶 都是一支瓶 也是一支瓶 還有當時李大超 為什麼不來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當時來講 1920年的時候 就幫那些北大的教師 大學教授 就去追 一個北洋政府的糧響 追錢 追錢 於是就被人打 即是被軍警打 於是就打傷了 又不來 來不了 所以 可能也想來的 可能很遺憾 來不了 可能是的 不過李大超基本上 都是一個理論家 在整個共產 早期的共產黨建黨的過程 其實他都是理論家為主 組織者就是陳瓶 陳瓶 所以 藍陳北里 陳瓶曾經說 在後來李大超死了之後 他覺得藍陳 自己是一個虛名 北里才是實質上 共產黨的北斗星 李大超的照片 那兩片胡子 整個烏靈 十足十 俄國大胡子 都是這樣 不退死 被張作霖打死 是啊 很慘 搞死 被軍閥打死 想對徒弟幫你報仇 張作霖知道了 搞死了 勒死了李大超之後 就給了七十個大洋 給他的家人 你跟他做了壯理 是啊 他當時被張作霖捉了 是吧 好了 其實呢 因為他是北京大學教授 是啊 這些教授 我們崇尚文人 中國社會 這些教授被人拘捕了 很多人都紛紛上書 上書 求情 是吧 好了 張作霖也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很多名人 說情 他寫了幾封信 問他們的意見 包括哪幾個呢 張和梁 張和梁 張和梁問他兒子的意見 張中昌 宣傳方 就是那個暴霞 六個人 正信他們的意見 除了哪一個呢 鹽石山武福 其他人都說要殺他 因為每個人都要暴霞 其他人都要暴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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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回來之後的封信都說 要將他就地正法 所以 最後 他被張和梁處死 這個就是死得早 死得早有好處 比比毛澤東好 徒弟就是毛澤東 那是很後期的事 很後期的 說到毛澤東 就是另一個話題 我想要下一節 好了 其實陳獨秀還有很多話要說 要說 南城不利 下一節再說 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成立 和陳獨秀 下次見